极乐世界的天空中徐徐飘下奇异的花朵 日夜不停 这些花朵色彩艳丽 香气扑鼻 使人增长不可思议殊胜功德 在这里的人们 每天清晨 人们用衣巾兜着美丽的花瓣 请客间飞到他方无量世界 供养那里的佛陀 听十方诸佛说法 修行 然后返回极乐世界 衣服 饮食 用具 应念极致 想要穿衣 则应法妙服 自然在身 想要吃饭 则百味饮食自然隐满 更不用收拾碗筷 饮食供具及自行饮去 在这里的人们 闻不到臭汇 万物皆由无量宝箱合成 散发着芬芳的气息 香气朴熏十方世界 声道那里 集聚有五种神通 形色端庄如同菩萨 跟阿弥陀佛一样 真金色深 金刚不坏 寿命无量 光明无量 智慧通达 辩才无碍 六通俱足 能与掌中持一切世界 想了解地球的信息 只需要看看手掌就可以了 比我们这里最高科技 仍高超千万倍 随意闻法 随意观察他方世界 随意到他方世界 红法度中 虽然极乐没有大海小河 沟渠 山谷 但是你想看 也可以立即化陷出来 又可自然隐去 在那里的人们洗澡 也和我们这里不同 那里有特别的八宫得池 八宫得水 湛然盈满 清净相结 魅如甘露 可供沐浴 池地布满金沙 池里是大如车轮的莲花 光明照耀 彼珠菩萨 即生文重 若入保持 易玉令水梅足 水即梅足 玉令至西 即至于西 玉令至妖 水即至妖 玉令至景 水即至景 玉令贯深 自然贯深 玉令还负 水折还负 调和冷暖 自然随意 那里的菩萨 声闻大众医 接触池水 不仅身心清凉 而且犹如脱胎换骨般 开神月体 心垢浸除 水质清明 干净如无形 瞪净解美 极乐世界 唯一生灭变化的 就是池中的莲花 念佛人的功夫 决定着莲花的大小 待花开成熟 阿弥陀佛就会守池莲台 来迎其人移民到极乐世界